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短款项链 我们所需要用到的材料是 一个是亚马逊的鸡头 一个集水巾 然后把一个橄榄丝 这些就是一个圈 还有一个扣 一个链子 一个腰线 使用用到的工具捲取 扁钳 还有一个扁钳 一个指甲剪 还有一个针 还有一个针 下面我们先把链子先剪到一节一节一节 再用针把它弄起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把它剪掉 每一节就是大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长度 然后下面就是同样是这样子间吧 长度是要一样的长 长度是要一样的长 好 好了我们把链子已经剪好了 现在可以开始做了 首先来一个扣 还有一个小小的圈 用扁钳在这里架一下 然后用链子 把它勾上去 然后就像这边的扣 然后就像这边的扣 我眼前相对夹着 我眼前相对夹着 一张 我把它夹着 一张 一点 好了 拂好了 这里第一步 我们用圆前来调一根腰线 要一个小小的圈 然后把面子穿进这个腰线的小圈圈里面 用圆前夹着这边 用手把腰线拉过来 腰线的脸圈这样子 然后这里从脸上压一下 可以这样移住 用圆前要喝了 用那个小链纸穿进去 用这些点掉 然后就是这样子做 好 好 再次藏一个小株子进去 同样是这样子的药粉 再次藏一个小株子 拿个小株子扣上去 然后这里把它剪掉 在后面扣上去一起 变得很紧,压转 压一个圆形形状 好了,下面已经做好了 再次藏一个小株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